44 歲的盧敬慈是一位詩人 一位藝術策展人 一位博士生 同時亦是一位罕見病的病人 他自16歲開始 就幻想嚴重怕光怕聲的過敏症 28 年來都變成沉不獲病因 他形容 蹬腳掛在地上的聲音 或者普通的曰光 都會令他頭痛神經緊繃 所以他外出的時候 就關心戴上一頂藍色的太陽帽遮藥 同時亦都會將太陽鏡的鏡片 用橡筋勾在眼鏡的左邊避架上面 其實我自己看醫生的階段 是由二歲到三十 到四十歲這二十年 就是不斷去找醫生看的 都跟這個程度 跟很多可病朋友 尤其是無法診斷 無論診斷也診斷不了 都經歷過這件事 其中香港本身有很多可病的研究 都非常之 尤其是我成長的九十年代 都不會那麼好 通常去到醫院 都會有很多不同的解定 而最多我 就是經常都被人踢了去看精神科 就是因為我本身跟Lerv有關 淪為本港醫療制度中 未被確診可見病的人求 不論是哪個醫生 還是做多少檢查 仍然得不出結果 他索性靠自己尋找答案 然後中間我浪費了很多時間 每天去到神醫式的人 在他的診所排隊 排了十個小時 等他去看 因為很多人去看 下午兩時排隊 以後晚上十二時才可以看 是很多這樣的情況 我們青春就在那些日子裡 去到一幕 最後盧敬慈在2018年 去到美國投醫 並在摘醫口中 得知自己所離患的罕見病 或者是由尾龍骨 和左邊盆骨 連在一起所致 雖然知道初步的原因 但治療的方案仍然不是很明確 目前只可以做一下瑜伽 散步 打下太極去舒緩 問到為何不選擇 和罕見病去共存 他就有以下的提法 我們病人比較抗拒 尤其是罕病 尤其是那些被疑 常常覺得自己很嚴重的罕病 就很少抗拒共存 因為共存就好像 不用再找任何去做 因為如果對我們來說 譬如我們去到醫院 醫院的醫生就叫你共存 我們這些罕見都被人叫共存 但我們就不抗拒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